你知道塔羅牌不單純只是個占卜工具 來暗藏你的每年浴室與指引嗎? 人的一身彎彎繞繞 事實上有某些課題 總在出生的時候就確定了 一起來揭開塔羅牌可以一與兩失的秘心吧! 嗨,我是Yoko 我是一位塔羅牌占卜師 金錢靈氣療浴室 以及量子龍類圖的解圖師 同時是一位藥草女巫 還有阿凱西紀錄的解圖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的是 塔羅靈數的流年 之前我已經有做過兩集 關於你的人格牌、靈魂牌、隱藏牌 怎麼去計算出來 我們就直接用生命靈數的概念去計算 然後對應到相對應你的大牌的塔羅牌 那今天的這一隻比較偏向於 真的是運勢的分析了 之前講的都是人格、靈魂 那今天要來講一講流年牌要怎麼去計算 還要你要怎麼看待你今年的流年牌 那我們在正式計算流年牌之前 還是要有一個小小的前情提要 也就是塔羅生命靈數 跟普通生命靈數的計算方 實時差不多的 那它主要的特點就在於 不需要你的出生時間 像是不管是星盤、紫薇斗數、人類圖 都會需要明確的出生時間 然後你還要去 出生書所去申請出生證明 你才會覺得放心 或者是你的爸媽不願意給你出生時間 擔心你亂給各種各樣的情況 但是在塔羅生命靈數就沒有這個問題 你只需要一個生日就可以做了 那如果你是有在幫別人做占卜的服務啊 你想要先剖析一下這個人的人格特質理解下 可以融入到你的占卜服務裡面 事實上用塔羅牌生命靈數也更容易 因為你本來就會塔羅牌嘛 再結合了生命靈數這樣的概念進來 事實上更容易讓你自己 只要用塔羅牌這個工具 就能夠好好的剖析這個人 他先來面對的課題 是在什麼樣的宇宙安排 或者是大框架底下去發生的 因為我相信有的人是 不太願意真的給占卜師自己的 明確的出生時間啦 也許還是有些人會有顧忌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相較於 其他的工具更複雜 要學習一個大架構的系統 那些命數工具比較起來 塔羅牌生命靈數是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的 而且就算你沒有學過塔羅牌 你也甚至沒有一副塔羅牌 你也可以從塔羅生命靈數開始著手 接著我們來看看 你的塔羅牌生命靈數的流年牌 要怎麼去計算 也就是你每年的課題 那其實流年牌的計算相當的簡單 你只需要你的國力的出生月跟出生日 加上今年的年份就好 那我舉我自己為例 今年是2024年 然後我的生日是2月5號 所以2024加2加5 會等於2031 2031也就是我們要再把它加在一起 也就是2加0加3加1 等於6 也就是說我今年的流年牌是6號 戀人牌 那戀人牌也許就跟你的終身大事有關 或者與你的選擇有關 因為結婚選擇跟誰結婚 跟誰在一起 這也是跟我們戀人牌的課題也相關的 那這是最主要 我們如何去看待流年牌的計算方式 那當然其實還有一些流年或流月的計算方式 不過我們要以客觀來說 大家共有的課題 這個宇宙共有今年的課題 我們會有個通稱的流年牌 也就是你直接把2.20加在一起 就是2加0加2加4 當然就是8號的力量牌 表示今年是一個大家正在探尋自我 探尋找回自己內在的力量 以面對外在挑戰的意念 那除了通稱流年牌之外呢 還有一個叫做你的個人的流月牌 也就是你把今年的年份 以及你現在正在經歷的這個月份 加上你的出生月跟出生日 所以像我的情況就會是2024加4 現在是4月嘛 再加上2加上5 那我的這個月的流月牌呢 就是10號命運之輪 就是這個月是讓我有各種各樣的因素加進來 然後呢不斷在流轉你的命運的一個月 那當然可能有好有壞參差在一起 所以呢 從單純塔羅牌 你可以看流年 你可以看整個大家大框架的課題 你也可以看你的個人的流月 有什麼樣的課題你要去面對 會有一個基礎的心理建設啦 就很容易從塔羅牌的牌就直接翻譯過來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看 那當然會有一些更深度的課題 你可以再仔細地探究每一張 大牌 就是22張的達爾克納牌 有哪些的課題 那如果大家對於現在我講的這些課題啊 達爾克納牌的對應還不太熟悉的話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講的塔羅生命名書 第一支我會放在右上角 讓大家去參考 所以如果你還不太熟悉 我會建議你去看一下右上角的那兩支影片 你會更能夠理解現在我講的這些內容 那我剛剛用了我自己的案例來去看 我今年的各種流年啊流月啊 然後還有通稱的流年牌 大家會發現說 它可以很容易的直接去從牌液對照過來 但是除了從牌液 有點像是用占卜的解析方式去解析之外 我也建議大家去觀察 你過去幾年發生的事情 有沒有跟你每一年計算的流年牌 是有相對應的 我覺得現在有一個非常容易的觀察點 就是你從現在2020推算 之前過去的五年 可能是從2019到2020 這樣的五年 每一年的流年牌是什麼 你把它計算出來 然後去比較看看 你在每一年發生過哪些事情 是跟這一張牌的課題是相對應的 記得去知道說 當年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是跟我有什麼要學習的課題有關 然後呢一步步發展到現在 因為呢 淘牌的大牌本身就是有一個順序 就是你經歷這些人生課題的順序 昇華到一個更好的你自己的版本 就是從愚者的旅程來看嘛 你從第一章是愚人 然後經歷了魔術師女技師 從你由外的刺激到由內的內在的探索 慢慢逐步到理解這個社會 然後又反思理解你自己 繼而走向更多不同條的道路 在這個過程當中任何選擇跟經歷的累積 一直逐步進步到你的世界牌 所以事實上從大爾克那牌的順序裡面 就可以去看出你的人生課題的進程 因此卡通牌生命零數 你在看待你的這五年的牌的時候 他們之間是有相互的關係的 但是在我之後 要開始找兩預購的大牌課程裡面 都會仔細的去分析 他們之間的互相關聯 以及重複出現的巨碼 也就是重複出現了某些 象徵的符號啊意義啊 或者是整個牌的架構 有幾張牌特別雷同的 他可能有什麼樣類似的課題 需要我們去關注 但是我覺得最簡單的 一開始你可以嘗試的方式就是 你把你這幾年下來 或者是你從你小時候安排到現在都可以 把每年流年算出來 然後來去看看說 有沒有哪一年又重複出現了你的人格牌 比如說你的人格牌會在大概五六年 七八年或十幾年 就會重複出現了一次 你可以看看每一次在你人格牌出現的那一年 發生了什麼人生重大的轉折跟階段性的課題 通常都會回到你自己本身那個人格牌 你這一輩子一直在學習實踐的事情 繼而去看到說 哦原來我做了什麼樣的選擇 來導致了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我覺得有時候去看就這些因果 即使它是過去的事情 你也可以很好去看出你的人生藍圖 繼而去肯定你自己曾經做的事情 它其實都是有機可循的 大家可能會覺得我要去計算這麼多 其實你在自己計算的時候會覺得有點麻煩 會有點混亂對不對 或者是如果你是要替他人占卜 想要幫你的家人看之類都好 就會覺得這樣寫出來有點麻煩 那接著我就來給大家先劇透一下 之後我在我的桃牌大牌的課程裡面 會給大家的一個終身排年表的模板 只要你一鍵輸入你的出生年月日 就可以直接跑出一張圖 那張圖是從你的一歲到一百歲 一年的留年牌 你可以從這樣直接去記錄出你每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跟你的桃牌的留年牌有哪些對應對照的關係 那接著我們就先來劇透一下 這一張終身排年表長的什麼樣吧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會在大牌課程裡面 去送給大家的終身排年表的模板 很簡單大家看到現在這邊的這個出生年月日 現在這邊寫的是我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那其他的欄位都可以不用去管 我都已經架設好他的公式了 那接著點到第二個終身排年表會發現已經出現了 那你就會發現在相對應的年 它會出現相對應的年度排 比如說2003年我7歲的時候是3號女皇牌 然後出生的時候也就是我的人格牌是5號牌教皇牌 然後就會依序這樣牌 然後你會發現它都呈現一個階梯式的安排 它不一定會將所有的22張大爾克那牌都跑過一輪才有回到第一張 通常都不會 而且其實在近年來出生的人都不太會是有魔術師這張牌的人 我們會發現一代一代的人都會有共有的一些課題 所以這就是終身排年表的長相 那如果在運用的時候你也可以自己畫 你可以用以色料去畫 然後就是左邊這裡是年度牌 上面這邊是年齡跟年份 這樣就安排出來 然後可以再相應的譬如說哪一年 譬如說7歲那年 剛好它是我的這邊的開始的第一張 它是3號牌女皇牌 事實上就是在我上小學的時候嘛 然後呢比較特別的是 像是在我們的下一個我的人格牌 剛剛有講到人格牌再度出現 表示你的人生重大里程碑 那我是在18歲的那一年上了大學嘛 所以剛好有回到我的人格牌 也就是教皇牌 所以呢從這樣一行就可以看出 我在什麼時候又一直重複出現的教皇牌 那那一年對我來說重要的人生課題是什麼呢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排年表 更容易的能夠去看出 你的每一年的里程碑 哪一年有什麼樣的課題 都可以直接記錄在這個表裡面 那以上所講到的流年牌的應用方式 以及22張大牌的各種應用解析 事實上都會在我接下來 從4月23號開始的大牌課程裡面 會有更詳盡進一步的剖析 這張課程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一定是很重要的 22張大牌的排役 會延續我之前的數字牌 我們逐步把我們78張淘牌的大牌 所有的排役都跑過一遍 那這次是22張大牌 之後還會有16張的宮廷牌的課程 但是就不在這次預購的課程範圍內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送給大家 終身排年表這樣的一個模板 然後我會分享 如果去運用這樣的一個排年表 去剖析你的人生有哪些重要的里程碑 如果去理解哪些課題對你來說是重要的 那本次課程的早鳥預購 會到課程的前一天 都會是優惠價格 也就是美金88元的價格 這檔課程的早鳥預購優惠價 會只到4月22號晚上11點59 那到4月23我開課當天就會漲價囉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這個課程的早鳥預購的期間 因為我真的覺得在這個課程裡面 我希望教給大家的是 你不僅可以透過塔羅牌來占卜 同時你也可以透過塔羅牌來去理解 你每一年的人生課題是什麼 更簡易的剖析 不需要你的出生時間 而是將塔羅牌互通運用在占卜 以及運勢分析上 那最後就要問問你囉 你今年的流年牌是什麼呢 你與你今年的流年牌有共鳴嗎 對於以身問題以及內容 有任何想法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你可以看看右方之前我做過的 其他的塔羅生命秘書的影片 之前我都有做很詳細的解析了 如何算你的人格牌 靈魂牌以及隱藏牌 尤其是我覺得隱藏牌 可以結合你流年牌去運作 更容易去看到一些隱藏的課題 那我是Yoko 我們就下周影片再見囉 掰掰